你们俩现在一起去广场上跳广场舞吗 他从不带我去 你们俩的这个生活作息规律什么都一样吗 不一样 他每天五点就起来了 雷达不动 早上 早上五点 起来干嘛 起来以后就是唱歌 又是录视频 在我里就练舞蹈 我说我这能修意好吗 我说这几年我都瞧着 我眼带都出来了 我跟他在一起生活的 我都很憔悴 现在都喜欢看视频啊 唱个歌了 家里都买个卡拉OK了 对不对 生活多点情价嘛 他说你天天早上躺在床上也不健康 到时候长得那么胖 长了三高啊 血压 长得胖怎么了 我跟波红都胖 胖人都有病啊 你看他现在 再胖下去就得病了 不能歧视我们胖人啊 这个作息也不予要生 那我再问一个啊 他现在养生馆是他自己开还是你们共同开呢 是他自己开的 就那小生意他都不好好做 今天出去喝酒啊 喝回来最三马四的 吐的满意都是 我都想要他开拓下市场有点上精心好不好 别一天到晚那小牛甲尖还钻钻的 是不是啊 你把今天在试验上 我老家有个亲戚嘛 人家那个做那个药材批发 做的可好了 都试去都买了一套大房子 我可羡慕了 我想这是我家的亲戚 这样跟他认识认识 多条门路 怎么把事情做大了好不好 哎 他也不同意 我为啥不同意 这都是亲戚 亲之间是要过钱的 再说咱是开养生馆的 不是开药材铺的 他就是找借口啊 就就不就不是进取的 就是这种人 今天你来是希望大姐如果穿着保守一点 你还愿意跟他谈恋爱 对吧 对 你们有打算结婚吗 如果他改变了 我有这个想法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 所以我比较珍惜这段事情 大姐 你觉得你会改吗 为他 为这段感情 我觉得只要我这心给了他就足够了 其他的并不重要 那你心给他了吗 给他了哟 我心里为他好 大姐太可爱了 大姐说了 我把心给你了 其他的我就留给别人了 你就别管了 你这样说有点 不对是吧 对啊 说回 大姐说了 我把人和心都给了你了 对对对 至于我的穿着打扮 我的生活习惯 你不要太挑剔 是吧 男人格局要大一点 是这意思吧 对 男人应该大多一点 把精灵的事业上 是是是 先把日子好好过好了 过得红红红的不更好吗 然后生活吧 多点求调 你说现在 别一天当晚的 都什么年代 那么老土啊 穿衣服啊 非得让你出 像那个跳 跳广场舞似的那样子 就因为我那五十岁老 我就应该穿个花裤子 应该就是说 在搭这个什么 那样的 再拿一个什么扇子呀 你不能这样 丢毙我是吧 我五十岁我也爱美呀 但是我五十岁 我身材也不错 你干嘛不要 这样我穿那么 那么肥的 领子那么高的 这是没毛病 您说的都对 这完全就是南辕北辙嘛 对吗 你不能这样子吗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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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